大家好 欢迎收看牛角间财经 我们今天给各位分享四只股票的解读 从基本面信息面和技术面三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由东方财富复兴医药 北方西图包钢股份 首先我们看东方财富 东方财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扫雷宝评级是92分 只是因为它有一个大宗交易折价 那大宗交易折价大概是在5月26日 它折价达到了20%的一个折价率 这是和它同类的一些股票 都有这个2000万的金额进行这样的大宗交易 但是这个是否是利益输送呢 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目前来看是这样 那么因为它这里没有提示有清仓式减持什么 这个大比例解禁的这个情况 那么很有可能也就是股份变动的一些原因 所以在这里呢 它并不作为一个真正的风险系数来作为研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构调研 那它存在着有48家 可见东方财富这支个股它在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以及在业内的口碑应该还是不错 有很多机构看中它 那就证明这些机构呢 对它有一定的意思 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机构会在高位去介入这支股票 那么这支股票呢 它在未来长期走势一定是有很高的价值空间 那首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资讯 资讯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自选股资讯呢 这里存在一个大摩的一个什么那个内地的券商股 能有上升空间这样一个评级 那么这个评级呢 他们都是对这样一些比较有潜力的股票进行了一个评级 认为都是有进一步上行的一个空间 中金公司啊 东方财富啊 还有中信证券等等啊 有比较不错的一个上升的空间 评级为增持 这里呢 可能就是一些主力机构的一个态度啊 但是我们做散户投资者来讲呢 我们可能追求短期的波段的或者是短线的利润 那么近期从日线级别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 也许是存在着一个波浪的表现 这里这个波浪的表现呢 是这样走了一三浪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是比较容易走出一三五浪的这样的结构 也就意味着现在这个情况 它可能还面临着一定的回调的风险 所以还是再观望一下 日线级别观望的时间不会太长 但是回调以后再向上去上冲的话 可能也是在前高的附近这个位置打晃 这是日线级别 我们看到短期短波段的并没有太迅速的这种涨幅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短期它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叫做颈线位 那么这个颈线位呢形成了一个叫做底部的圆弧底的形态 这个底部的圆弧底的形态 首先它要用这个黄金花线笔Ga来进行目标位的测量 一倍目标位大概呢是在高一点点就到了 那这样一来呢 那么肯定也是面临着本波段的一个回调 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现在呢也就是说日线级别可能要避一避风头 那我们再看这个月线周线你就不太好研究 为什么呢 因为月线周线它现在都是一路的往上去涨 我们没有办法去参考 如果非要参考周线的级别 那么这里叫做一个腰部的圆弧底 这个如果把它叫做圆弧底的话呢 就有点牵强 但它确确实实是具备着圆弧底的这种特质 那因此上呢 那对它可以进行一倍目标位的一个测量 这个一倍目标位测量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知道 假设从这一个价格五块七毛五涨到这个位置涨了百分之三百多 也就是四倍的样子 从四十块再涨四倍 那大概它长期的价值空间要到一百六七的一个涨幅 那我们再从这个年线上来看一下 为什么看年线 因为年线呢 K线的数量比较少 比较好研究 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它是年线呈现了首次的这样的一个价涨量缩的表现 因为今年整个这一年呢 才到五月份 那么如果我们以平均算法的话 五月份我们再给它多一点点加上一倍的话 也应该还是呈现一个年线缩量的一个状态 那整个二一年结束的话 那如果这样一来 正常焦头的情绪下 那也就是说会出现价涨量缩 意味着一致性的加强 一致性加强呢 往往都会在上涨途中形成一定的调整 可能明年后年会有所调整往下 往下一调整之后呢 调整不会太深 然后直接再起飞 直接再往上去走 那这是这种 如果预计今年是缩量的这种情况 正常情况下 如果今年会比去年的成交量大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某一个时刻 这一支股票呢 它就已经是上工了 已经是往上去走了 因为成交量大就代表了交投情绪高 交投情绪特别高 往往都是在股价上涨的时候去释放一致性的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就有了两头堵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策略 也就是说这支股票 无论你是怎么样走 你是短期走牛也好 还是长期走牛也好 总而言之要走牛 就是这支股票呢 它反正是很不错 因为它在业内来讲 券商这个角度来讲 它好像是为数不多的 既有这个叫做股软 股票软件的这样的业务 又有券商的业务 同时还有叫做信息收集 以及出售的业务 那它的业务 也就是主营业务的这个现金流的来源比较多 来源比较多 所以说整体的基本面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从日K线级别回过头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现象 比如我们调出我们的动态吸筹 动态吸筹这一块呢 给各位去介绍几个非常关键的 技术点哦 这个关键的技术点 比如说像 那么现在是处于一个纯粹的一个上升的大的上升趋势当中 那么如果说判定它的一个大的底部区间 中长线判定大底部区间 单纯从日K线级别 看它的一个底部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去断定呢 那就是当我们的这一个动态吸筹出现了这种黄色的这种建仓区啊 越来越高 同时呢 这两条红线蓝线会出现一次完全的把黄色的建仓区给它包住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像是一只手从底下往上捞的这种感觉 叫做海底捞月的模型 那么这里基本上就断定可以说它是有这个底部的形成的关系 那如果当这红蓝线朝上去走的一直在零轴的上方运行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底部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黄色建仓区 那么这种黄色建仓区出现以后呢 其实也就是属于腰部调整之后的一个见底的表现 但是这个见底的表现必须伴随着叫做这两条线的预备金差 注意这里讲的是预备金差 并不是我们被仅仅一个金差点而将军了 是在这里开始呈现趋势发生转变 两条线相互靠拢 呈现一种交叉的趋势叫做预备金差 这种时候一旦这个建仓区结束 那么这个底部呢就有可能会完成 腰部的回调的底部完成 在这里同样也是在这里我们对应上来 也是比较容易发现这里是底部完成 这里也有一个浅浅的黄色 而且在领柱上方的黄色建仓区 那么这里对应上来很显然 这里也是一个相应的一个比较良好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就比较不容易把握 为什么因为这里趋势走好呢 是在这样的位置了 越高的位置呢 可能它的风险系数相对来说也就越高一点点 好了 那么整个的还是以趋势为主 趋势为主辅助我们的建仓区间 在这里强调一点 像这个黄色建仓区这个筹码条 往往最多出现三次就会结束 四次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见到过 这是它的一个表现啊 也就是后续去查找机会 我们大的机会呢 应该这样去分析它 整体上东方财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短期有回调风险 然后回调之后还有下一波的机会 下一波第五浪的机会 这是东方财富 我们再看这个复兴医药 复兴医药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所谓的一些基本面的问题吧 它的业绩也都是比较良好的 同时呢又是属于这个全球的疫情影响之下呢 它有它的一个主营业务上面的利好 主营业务上面有利好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 它们就生产所需的资金就比较充足 所以说我们讲翘翘板效应 是看这只股票是否需要资金 需要从股市上面去拿资金 抽调资金 很显然是需要的 产量这么高 那么国家政策有扶持 它自己要想办法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呢 看到关于复兴医药 那AH股起涨 A股毕竟涨幅这个多少来着 好像是涨得蛮高的 毕竟涨停 这是在5月26日的行情表现 那么它有信息上面的一些支持 就是现在人气还是比较高 那就是这个台湾呢 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申请 在上海复兴代理这块 就有这个疫苗 反正呢 这里就是它的订单 应该是不断的 整体上这辆有利好的消息 我们再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扫雷宝 扫雷宝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 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有没有什么机构调研呢 暂时没有机构调研 什么意思啊 没有机构调研是暂时没有机构 看重它 还是因为目前现在 现有的机构持股比较多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有机构实际上持股也不多 基金18家 占比1.6% 社保一家 0.4% 加在一起才2% 所以主力控盘的这种程度并不高 那么是不是等待这个股价回踩一下 再有这个主力机构再去进行吸筹呢 那么现在还没有看到机构调研的这种成分 同时这个股价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 也是接近前期的高点 所以借人气出货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那么刚才的那条利好的消息呢 事实上我们就应该来辩证的解读它 那就有可能是属于出货的一条信息 辅助出货的 好 那么同样呢 在这一个股票上也会有这个我们动态吸筹的类似的表现 比如说像这个看大底的时候 开始呢 这两条线黄色健康区呢 是两条线往下走的时候 黄色健康区出现以后 这个时候并不稳定 然后当在这两条线在底部开始往上捞的时候 发现把这一个黄色健康区给它捞到了 底部捞到了手里 捞到手里这里呢 就意味着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底部会产生 因为我们这个动态吸筹往往是针对大周期长线的一个表现 好了 那像现在这样的这个位置也出现了这个叫做金钩锤钓的表现 这里出现黄色健康区 这里呢 我们给它拉大以后 你发现这里出现一个预备金叉的表现 对吧 预备金叉是从这里发生的 也就是说逐渐的建仓是在这样的位置 前面这一波到79.19出现最高价 双零信号两个9 这个就是我们的双零信号 在这个位置 逃顶啊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还要结合我们目标位的一个测量方式 那么我们来检验一下 首先呢 前期的这个涨幅在这里 很显然它是存在着一个颈线位 这个是大家一眼都能看出来的颈线位 这就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这种股票去测量目标位呢 也是很简单的 对吧 大体上呢 它是两倍目标位的一个表现 到79.19 好 两倍目标位还是挺少见的 这么大的涨幅 前期证明已经是涨幅透支 那么这一次是否已经涨到位 我们依然是测量目标位 我们说股价呢 任何技术只要遇到目标位 那么所有的技术都要服从目标位的规划 技术面 基本面 信息面 资金面 全都要服从目标位 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很显然短期的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比较微小的这样的一个圆弧底 或者是叫做微型底啊 那么我们通过黄金花线笔记 来给它进行测量 那么是否已经走到一倍目标位 很显然 这里刚刚走到一倍目标位 73点 左右 73块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到达73块1毛6啊 就直接就往下走 刚好达到目标位的这个位置 确实它就是有反应 那么接下来是否能够继续往上去冲 恐怕也只能是在这个目标位呢 暂时先去盘旋 盘旋完了之后 可能会有出货的行为 然后继续向下去打 再等下一波的行情 才可以 所以复兴一要 目前来说 在突破79.19强势上工以前 我们并不认为 复兴一要 现在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这是复兴一要 我们再来看北方西土 北方西土 依然首先看它的信息面 北方西土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就是它的董事 以及监事 有辞职辞任的这样的一个公告 有辞职 那么这个辞职 集体辞职是存在着要去卖它的股票的这种嫌疑吗 有可能 但是呢 他们辞去植入以后卖股票了 至少要半年以后才可以去卖股票 而且要公告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里啊 我们就密切关注这个北方西土 它是否在高位呢 有发公告是要去减持 或者是去卖什么 大股东卖股票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那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北方西土应该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这个上升空间 反而 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 总监高减持股份的话呢 它是需要公告 但是呢 往往他们也不会趁着股价下跌的时候去进行减持 往往都是需要去在股价比较高的位置进行减持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从大的形态上来看呢 你在这里有个短暂的一个底部的形态 WD好像是 那我们从最底部的这个最低点给它测量一倍的目标位 那么这个一倍目标位呢 事实上也是接近前期的高点 30.99 也是双0信号的位置 这样一来啊 我们发现呢 事实上它如果往下调整 后续呢 再达到这个前期这个目标位 也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唯独美中不足的就是这段上升的空间恐怕并不是很大 19块几涨到24-25块的样子吧 涨到 涨到30块 涨到30块 20-29块 那还可以涨50%左右 涨50%左右还是可以的 适合适合于大资金的投资者 然后呢中长期的一个波段 这样呢 其实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系数 因为毕竟是在高位盘旋 高位盘旋的话呢 除非是我们有很好的底牌 这个它的基本面又不错 它的这个机构意图 还有什么扫雷啊 这一块呢 都不存在着各种风险 但是机构这一块呢 并没有存在调研 那是否现在里面存有大量的机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没有大量的机构 有 那个基金呢 有这个1.4 信托居然有8.9% 所以说这个信托投资眼光一般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也就是说 信托可能还是坚守 这个北方系统能够往上去走 整体我们再看一下月线的分析 月线的分析呢 也像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结构 有走牛的前置 但是花的时间肯定是不会很短 我们再看一下年线的表现 年线的表现 我们要看一看成交量的表现 成交量呢 也出现这个上涨缩量 我们年线 如果说是整个一年完成 这肯定还是个增量 如果上涨的话 好那我们再参考一下季线 季线呢 出现了本季度已经快要结束了嘛 5月27号还有一个月 那么这个缩量呢 本季度的缩量基本上就是宣告成立 那么下一个季度可能顺势再调整一下 然后还有继续往上去冲高的表现 所以在这里 这个信托的眼光挺不错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从中期的角度来讲 对这个北方稀土是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的价值空间的 那么这个价值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依然通过目标测量的方式 很显然在这里 要么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点 这个最低位相比于这一个上涨阶段来进行评价 这是以波浪的方式进行测量 以波浪的方式进行测量 我们看前一波上涨的这个幅度大体有多大 涨了20多倍啊 也就是从进线的角度来讲 那我们从9块钱涨20多倍 那接近180块钱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上升空间还是挺大的 这个北方稀土 那就看后续机构持有它的决心有多大了 这个180块钱你就想一想了 它绝对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不可能做妖狗模式 因为它的体量也蛮大的嘛 它的体量应该是市值是737亿 如果说是涨到160的话 还是挺吓人的 整个市值翻了好多倍的 所以要花时间来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 这是北方稀土 我们再看这个北方稀土 它的扫利保有没有什么问题 扫利保也是100分吧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信息 也就是业绩比较良好而已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包港股份 这个是持有人数应该是比较多的 包港股份的股价比较低 但是市值呢还是可以的比较大的 它的股份的数量也比较多 散户存在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况且我们从季线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包港股份 它一直是处于地板上在前行 扑付前进的一个表现 那么随时都有可能会直接拉起来 那么你说它再往地底下再去跌的话 实际上空间已经很小了 像投资这种股票如果是长线持有 应该是挺有价值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季线上也出现了 我们所讲的双零信号 5.35两个5 是不是 这个双零信号真的有的时候是 你说它是巧合 但它会经常出现 所以也只能当作是一种规律 再从日线级别的角度来看呢 事实上它现在没有比较良好的突破的机制 现在它在底部这块形成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这里它再往下跌 很显然如果顺势的这样形成下跌模式 应该和前面这一段的下跌呢 它走一个相似的一个下跌段 可是在这里还没有跌过前低的时候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横盘 这个就构成了该跌不跌 所以说该跌不跌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涨起来 很有可能会涨起来 而且它现在扭亏为盈已经连续四个季度 那么现在这个一年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呢还没有出来嘛 它的盈利效果还是不错 也就是说它走的路线呢 应该是比较稳 我们再看扫雷宝这里 有没有风险 92分这里只是存在一个流动性风险 它可能是有一个质押 是不是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没关系 它只是速冻比率啊 还有这个叫做这个流动比率 比较小而已 也就是说事实上欠银行的钱 可能存在着短期之内还不上的这种嫌疑 短期之内还不上不代表永远还不上了 况且这个属于资源类的股票 同时呢我们看它的信息呢 关于包钢股份呢 在之前有几个信息 包钢股份在5月24日 这个信息啊 很有意思啊 是钢价处于高位 未被发改为约谈 也就是说是等于是国家政策认可了你这个价格是 就是应该高啊 就是资源类就是应该去调大量 就是应该这样 所以说到底到最后是不是这个意图 那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个政策呢 一时一个变化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万一政策的风向发生变化 说这只股票 它后续面临着这个实体主营业务上面的一个举步维艰的情况 那么它也一定会在资本市场上去补齐这个事情 那么总而言之 这个股价值要涨 如果短期它面临着实体主营业务的压力 那就短期会有炒作股价上涨的可能性 如果不存在着实体主营业务的压力 那么就它就具备着长期业务能力 主营业务比较良好的这种钱 这就具备价值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所以包钢股份怎么看呢 它都应该是一只比较好的股票 要么中期啊 这个中期短期长期它都占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挺不错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动态吸筹质量 动态吸筹 这里呢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你可以看到判定大底的时候呢 老老都是这样 在这一个两根线开始往回收的时候 这里出现悬着的啊 倒悬着的这种黄色的建仓区 这基本有大的底部区间 当然这是针对一些这个中潮线建仓的朋友来讲 那么你可以看到整个在底部盘整了这么长时间 实际还是挺难受挺难熬的 但是它一波起来以后呢 你就很舒服了 是不是直接翻倍 那么在这里在一波起来之前 是事实上这里就出现了 类似于啊 这个有点不太严格 但是也差不多了 叫金钩锤钓嘛 金钩锤钓这等于是这两条线在灵柱上方运行 但是这个是贴近灵柱运行的 还在灵柱下方啊 也可以叫做金钩锤钓 那这里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属于灵柱上方加速的上涨的一个标志 那么在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啊 那么说是不是这个动态吸筹这种指标 它有非常高的准确率呢 确确实实有比较高的准确率 像这里出现了一个海底捞月 对吧 这个位置海底捞月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里就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底部区间 这里又出现第二个 所以说呢 后续这一段涨幅实际上也是挺可观的 因为这个体量比较大的这个股票 被涨幅达到百分之四五十翻一倍 这基本上就是很了不起了 那么我们再看包干股份 未来它的一个上升的空间在哪里啊 很显然它是从很高的位置跌下来 那么这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形态的风口 如果说是长期投资的话 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这样去测量一倍的目标位 那就是目标位呢 至少应该是在第一倍是在三块二啊 所以这个三块二还是挺高的 那么如果说它要涨两倍目标位 它还没有涨到前高五块三毛五 要三倍左右五块三毛五 所以长期它会破历史新高吗 从月线级别来讲 破历史新高应该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当然这是需要长期的 长期也不会特别长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 这个月线级别 所有的股票走势都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 我给大家画一下 所有股票都是涨上去跌下来 慢慢慢慢的跌 跌到前提附近 然后收下上来 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的跌 现在又出现了这种表现 是不是有一种收下上来的这种可能性呢 其实这种可能性很大的 对不对 好了那么同样这块也是 然后搜下上来 月线所有的股票基本都走这个模式 各位记住这种形态 月线的形态 你要是懂得大的趋势的分析 你就会注意到这样的机会点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位置也出现了 月线级别动态吸引的黄色建仓区 而且我们刚才讲了 黄色建仓区里面的筹码条 最多出现三个山峰 这里月线级别也出现了三个山峰 基本上就已经宣告它从月线级别要启动 但是短期呢 可能你要承受一些震荡啊 或者是洗盘啊 这都是有可能的 况且在这里形成了该跌不跌 这里可能会构成一个建仓的点位 所以各位如果手中有这样的股票 不要轻易割肉割到地板上 当然我们所讲的一切观点 都只作为一个参考学习的交流的素材 不作为具体的买卖投资的建议 您风险自负 好了 那我们这个本视频分享的内容也比较多了 时间比较长 我们今天呢 就先分析到这里 后续的持续的跟踪一些比较大众化的股票 那我们今天先跟各位说再见 拜拜 拜拜